创新奖 最美乡村服务馆 最美国际小镇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凝聚前行力量 向世界展现一居一夜和美的中国 第一财经发起 联合80家主流媒体共同主办 换新振兴之力 汇救乡村未来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 我是林立 那今天的A股全天震荡走低 户指是逼近了2700点 再创阶段新低 那创业版只是下跌超过1% 那今天两市的成交额合计为5248亿元 较昨天是微幅放量了91亿元 而板块方面呢 今天国企改革概念 房地产 并购重组概念和养老概念等板块是表现活跃 而固态电池概念 食品饮料 新能源等板块是展开调整 那两市超过4000只个股市下跌的 投资者的情绪呢是继续的低迷 而转眼就将迎来中秋节的假期 而美联储9月的议席会议的结果呢 就将在北京时间9月18日凌晨宣布 那美联储降息的幅度将会如何冲击海外金融市场 从而影响A股呢 而中秋节之后呢 A股能否迎来一轮短期的像样的反弹呢 另外从中长期看啊 三级报和年报的预期 以及市场期待的各项政策 又将如何影响A股的中长期的走势呢 面对未来的种种的不确定性 哪些板块将成为市场模底阶段的避风港呢 那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现场邀请了三位嘉宾啊 欢迎审存 赵席和助超 欢迎三位 那在请三位啊 进行对我们后事进行一个预判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最新的一个央行发布的一个数据啊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M1和M2数据 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305.05万亿元 同比是增长了6.3% 而狭义货币也就是M1的余额为63.02万亿元 同比是下降了7.3% 那么这样一个数据 对于我们的A股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首先想请赵席赵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首先我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不是一个利好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七月份的市伦数据M1 应该是同比下滑百分之六点几 那好像是6.6左右 那么这一次7月份的数据是 8月份的数据是直前7.3了 那下滑的速度更快了 那么我要说 我的点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在M1明显下滑 或在流动性明显收紧的情况下 A股力上的表现是很难有机会 很难有比较明显的机会 所以这不是一个利好 但是我们从短期的市场来看 您觉得从技术上面 是不是有超低的 这样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表现 另外您觉得短期反弹 有没有可能在节后到来 从中期看 目前市场到底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对于市场观点的话 我的观点比较鲜明 我大概躺平 那么老的投资者朋友 知道我躺平快三个月了 我大概从6月初开始 就总共股票持仓 只占总之间的不到百分 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么在一周之前 我在点金上面 就是有看头APP上面 发表一个短文 那么我认为 市场有可能大小票 一起加速下行 所以我建议我的投资朋友 是进一步减少仓位 所以我自己现在 原来我是60的国债 30的股票 一成的其他的品种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我现在是七成的国债 两成不到两成的股票 其他的是大动商品之类的野生品 因为我觉得大家知道市场 从一开始 比如说它从4到7月份 小盘股表现特别差 一路下行 然后那个时候表现好的是红利题材 大盘股表现比较好 然后最近一段 前一段时间是红利股表现比较差 然后小盘股还比较口约 但是最终按照历史经验 它极大的概率是大小票 一起往下 特别是在目前整个宏观经济数据 我们知道最新公布的 今天公布的市容 前两天公布的CPIPPI 还有包括PMI 那么都没有给我们多头带来驱动 那么所以逻辑反而是在给空头 有点有点站在空头这一方的样子 所以出现目前这种事件的情况 你不要感到特别惊讶和怀疑 那么其实大家知道 我以前看空的观点 我认为国内经济逻辑是下行 所以股票指数大概就下行 同时国际经济 国际形势呢 由于美联储经济数据的情况 包括美联储降息的情况 那么它的逻辑也是下行的 但是这两天的行情 比我预想中还要差 因为本周三 美联储的最新公布的 CPI和PPI数据 显示它目前是比较符合 预期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原来美国利率市场 预期降息50几点的概率 马上只变成了降息25几点 降息50几点的概率 急剧下降 所以证明 所以美股应声反弹 国际股市都应声反弹 纳斯达克昨天晚上上涨有3% 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那么大宗商品 在这两天也出现反弹了 证明短期市场风险偏好 是有所回暖的 但是A股它依然走出 让我比较失望的走势行情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整个大逻辑还是下行的 但是我们总回到 主持人刚才的观点 就是对短期而言 我认为市场一时半会 还是看不到 很强的向上驱动逻辑 大概还是往下去驱动的 概率更大一点 但是由于连续下跌 如果从月K线来 本月它已经连续下跌 第五个月了 那么又处于2700点 相对比较很低的 一个绝对比较 绝对比较数 估值比较低 比较低的位置 那么我认为 在目前这个位置 我早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给投资者开 现在见面会的时候 我就认为市场可能没 风险可能更大一点 有机会 第一个时间点 就是以9月份为戒 就是以现在为戒 所以最近两次做节目 我认为布局时机 应该可能在国庆后 这是我认为 应该是这个时机点 会比较好 在这里有个前提 就是我认为市场 如果加速下行 出现放量的话 那我认为就是底部了 至少是短 短中期底部 先不说长期 如果它不放量 一直维持目前这个形态 恐慌盘不出来 没有 或者没有新的逻辑 能打破目前这种 下行的格局的话 我觉得还是 不值得太乐观 所以总体而言 如果说 目前两天的绝对点位 如果出现加速下行 放量 我的放量是指 具体一点 当天成交量 两次加起来 超过9500亿 我认为就可能是 对于我自己而言 我可能就会卖掉 一部分国债头存 加起高股票仓位 加到股市里面来 就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下出恐慌盘之后 才可能迎来 类似于去年春节 就今年春节前后 那种偏大一点的 操作机会 如果没有出现 这种逻辑 或者我没有看到 新的国家大的政策支持 或者新的宏观 去中一次逻辑的话 我还是保持防守策略 就大部分钱在国债里面 这是我的一个主要干法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就认为 可能迎来中期底部 最晚最晚 按照我的 投资多年的逻辑和经验的话 最晚的第二个底部 如果市场确实 宏观经济的恢复 它可能比较复杂 很难一蹴而就 那么第二个点位 就是应该在今年12月份 这是我 如果说 即使不管未来 宏观经济逻辑怎么差 我相信 我的操作就是 我会在写在 今年12月份 由防守转向进攻 就是说您认为 10月份或者12月份 只要出现放量下跌的 这个情况 或者加速下跌 加放量 那么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一个中期的 一个比较长期的底部 是的 我一直的观点 就是认为 今年不是牛 没有牛市 今年是个布局的大年 布局的大年 是只针对未来 一到三年 我认为 今年这个点位 无论是港股 还是A股 都是一个中长期 布局的 比较好的点位 但是话怎么说呢 买在 无人问津时 卖在人身顶废处 说 就知意行难 你现在跟大家说 买在 无人问津处 它可能 你挨对的是 你面临的是一对谩骂 或者嘲讽 但是 本身操作 这种操作 确实很困难 因为它是逆人性的 但是尊规而言 很多 我们说的 大致观念 它大楼上 从行为投资学长上来说 它是不会错的 好的 也就是说 赵先生是短期 继续偏空 但是呢 中长期 年底之前 依然是保持一个 中期 有机会 中期偏乐观的一个态势 那其实说到市场 目前为止 技术面是偏空的 但是呢 怎么看待中长期 的一个机会和风险呢 我想请教一下 沈先生 刚才 赵先生 其实是短空长多 您跟他的观点 有什么样不一样 我觉得 对市场来说 首先 我认为就是 9月份应该会见到 一个比较重要的低点 这个低点 有可能我认为是 全年的一个重要的低点 因为如果你谈 当现在的底部特征来说 其实 有一些 有些信号已经具备了 一个是破镜率 因为现在 两市的破镜率已经是 我看了一个数据 已经是低于2005年 所以已经是历史上 最厉害的一个破镜的一个例 因为破镜我们知道 它表明了 就整个的资产的一个打折 已经打到了一个 令人发指的一个阶段 所以现在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就是 前面赵总说到 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出现放量 那么 或者出现恐慌 那么这里会见到一个底 这个我觉得 我们都认同 或者大家大部分人都 从技术角度上来都认同 那现在问题就是 就这个地方的放量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指数已经是连续的 阴跌了很长时间了 就这个地方量始终 放不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 不像那个1月底 就是当时 因为有一些衍生品 包括这个地方 出现一些流动性的风险 现在就是经过了 长期的下跌 包括连续 五个月的下跌之后 其实很多的套牢筹码 其实已经都躺平不动了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要出现放量的话 那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指数 跌破重要的低点 比如说前面上阵来说 只剩下一个2635点 就是跌破新低之后 那这个地方 可能会引发什么 就是引发里面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资金 可能出现止损 比如说两融 因为现在两融 其实这个已经是 回到了一万四千亿下面 然后就是另外 就是这个投资者的一个赎回 引发这个机构的 一个再度的一个平仓 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股权质压 因为我记得当时 2018年的时候 当这个指数跌到 靠近2500点 最后是跌到2440 就是靠近2500点的时候 质压盘就开始出现大的风险 所以真的到2600点 靠的时候 又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 就又会面临 新的一轮流动性的风险 所以我相信 从现在的一个政策 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虽然基本面 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些 这个亮点 但是我觉得 包括今天的 ME的数据下滑 依然很快 但是你从侧面来想 现在离开年底 还剩下最后的 这个四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么对于 如果现在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 基本面的情况 还是比较累弱的情况下 那后面政策的 推出的力度 应该来说 这个预期就会加强 因为现在的市场 面临的是 弱线时叠加弱预期 就大家对于政策的 推出的力度 其实现在预期也没有那么高 那么现在的基本面 比较弱的情况下 那这块的预期就会增强 如果在节后 或者说我们说 这个中秋节后 或者说国庆节后 在叠加这个美联储 开始降息落地了 那后面的政策 如果能够跟上的话 那也能够带来市场的 一个情绪上的一个转变 就是现在市场 我觉得核心 大家不是去预测 指数在什么地方 能够起稳 大家现在关注的是 市场的情绪 什么时候能够起稳 这个情绪不是看指数的位置 而是看大部分个股的位置 就是什么情况 指数的那个情绪稳了 举个例子就是 当市场看到利好的情况 市场盘面有正反应 正反馈 然后遇到利空的时候 市场的反馈是 先低开 然后再反弹 而不是像 我们看到像这个 这周三的时候 海外大涨 英伟达大涨 但是我们这边相关的板块 全部是15分钟高开之后 全部是连续的一个回落 所以等到这个 情绪扭转之后 我们说这个地方 右侧的信号才渐渐起来 所以底部区域 现在肯定是底部区域 因为破禁率 估值 然后股债性价比 都到了历史极致的位置 但是这个情绪 什么时候扭转 这个是我觉得是 大家需要盘中 需要观察 情绪需要扭转 所以这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朱先生 您觉得看到什么 信号市场的情绪 才有可能扭转 可能现在在等政策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因素 你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大家应该 先等一下一些 确定性的节点 比方说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 就是美联储的降息 的这个节点 离我们是最近的 那么前面 盛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如果说 我们看到利好 这个不再冲高回落 能够冲高回落 再拉起 那就是一种 本身自身的一种 一种强的反馈 那我的个人观点是 第一呢 市场目前的的确确 是到了充分 非必要的一个条件 就充分条件来看 无论是从估值 包括从 整个调整的周期来看 就如果大家 以年来算的话 毕竟已经经过 连续三年的小年了 我们认为 那么从这个点来看 你说大幅下行的空间 的的确确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 但同样的问题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什么时候 能够见到这个拐点 这个拐点 一定是来自于 多方综合力量的 一个综合反应 那我认为有几个点 第一个呢 我觉得美联储的 这一次降息的这个拐点 能否对接下来 我们这个自身 经济端的工具箱 能否有更高的 一种期待 那我想这个期待 其实从八月份开始 已经看到了 我们看到 对于消费行业 无论是几个 像培训啊 包括像游戏啊 等等 大家看到了 很多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的的确确从原来的 相对的一些 这个中性偏空 但到现在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对这一次 这个黑悟空游戏的 外交部啊 我们看到相关的发言人 都提到了游戏的一个点 那我相信 这一些的的确确确 已经开始 对整个消费领域 做了比较多的一些政策的 这种加码的这种预期 但问题就在于 我们现在要等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之前讲过 三个信号啊 分别为政策信号 价格信号和外部信号 那么政策信号 其实是从七月底开始 就不断的在网上提 重要会议也提到了 我们在四季度 三季度 其实要要去追赶 我们二季度里 遗留下来的一些 增速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政策端 每个阶段都在发力 但至始至终 为什么我们市场好像 并没有形成正反馈 那我觉得有几个点 第一个呢 现在很多朋友 比较关心的就是 对于流动性的 包括前面我们一开场 提的M1 再回 那很多包括经济学家 也在讨论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再扩大一些 这个专项债 或者说特别国债等等 那我想对应的 这个释放流动性的 另外一个节点 就是我们要去找到 能够去承接 这些流动性的 一些具体的项目 比方说 就是我们说 每一轮的牛熊转化 其实在我的理念里面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 看到的这个外力 它能是去颠覆掉 原有的利空 就比方说08年 当时的下跌 其实更多的是 来自于自身 我们要防止经济的 这个波动 通货膨胀的压力 那么但是到了年中之后 大家又发现 金融海啸来了 雷曼兄弟倒闭 这种都是 没有见过的一些案例 那么当时我们 推出了4万亿 那当时的这个 4万亿推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 这个4万亿会去哪里 那么同样的 18年之后 这个金融供给侧改革 顶层设计之后 大家看到了 国内的金融区杠杆 告一段落 那么后面 我们也是看到 这些释放出来的流动性 其实大部分 很大一部分 都流向了 新能源的一些细分领域 无论是新能源车 光伏等等 我们也看到了 这些行业起来了 那么现阶段 也就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我们如果说 这个地方要出台 比较扩张型的 一个点的话 那我相信 可能从管理层的角度 也需要一些 能够去对应的 那些项目 能够开中 能够有一个 开动的这个信号 所以我想 真正的反转 肯定是一个 综合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的的确确 身处了一个 充分非必要的 这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 对个人投资来讲 第一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处于 比较耐心的 或者说喜欢做右侧的 那么就等待右侧的信号出现 再去积极的做多 那么现阶段呢 可能就是以技术面 你去摊保你的成本 但是呢 也不建议在这个地方 盲目的上仓位 因为从最近的排面反馈来看 就是我们今天也在聊 最近大家看排面 八月底的时候 这个个股的活跃度很高 出现了一些腰王 那我们也说 这个九月上旬 可能就是这些腰王的高潮点 因为进入到九月中之后 又面临两个小长假 中秋小长假 马上又国庆小长假 就往往这个时候 情绪端的资金 可能并不会特别的活跃 所以我比较同意 赵老师前面也提到的 可能如果真正市场要转向 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节点 是九月下旬 这次美联储加息之后 降息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市场的一些 微妙的变化 是不是我们的市场的成交量 能够放大一点 不管你这个放大 是往下还是往上 你先把量给放出来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流动性 微观结构在出现转变 再往好的地方去切 那么我觉得对十月份来讲 就值得期待 如果没有的话 就有点像去年的十月份 当时十月底 十月初也出现过三次 之后的超跌反弹 但是最终大家也看到了 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这个点 所以我的观点是 我上一次来做节目 其实就一个观点 就是收敛 我当时说这个 上面的上证五零 可能会存在补跌 而这个微盘股 创业板 可能会有一个收敛 往上反弹 但最近大家也看到了 本周上证指数 是留了一个跳空缺口 而生成指创业板 其实把这个缺口 都已经都补掉了 那么我觉得 从短期来看的话 这个缺口我认为 在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是要补的 就是向上先补这个动作 但补完之后 还是在于 整个市场的流动性 短期期待一个反弹 而中期需要看到 各种信号的综合发力 才有可能转 把这个颓势给变化过来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市场 尽管市场 目前比较弱势 但是弱势当中 也有一些亮点 尤其是板块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涨幅居前 有国企改革概念股 以及包括涵盖了 海南自贸区的这些概念股 出现了一些活跃的程度 那怎么看待 国企改革概念股 未来的持续性呢 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 就是我觉得国企改革 首先每一次当市场 情绪比较弱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这种 国企改革的主题 在轮动会加强 其实从8月份的 这个上海本地股 到后面的 后期的深圳本地股 到现在的海南自贸区 其实一直有活跃 但是这种活跃呢 我觉得它的操作性 其实不强的 因为都是各股的表现 就是真正的 我觉得市场要有 整体性的机会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 市场整体的风险偏好的提升 因为这个国企改革股 我们看到基本都是 是一点为主 它不是是一个面的展开 所以它带动不了 市场风险偏好的 一个回升 而且在我历史上来看 每一次的国改 或者说央企的合并重组 它也是需要有一个 就是分偏强的一个环境 或者说市场好的情况下 才能够出现 一个连锁性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之前的 这个南北车合并 包括深万和红源 都是在2014年 大牛市出现的 然后到后面的 这个保五合并 其实最后市场的反馈 其实就比较一般 到现在的两船的合并 包括等等 其他的编辑效应 其实是递减的 但一切的核心 都是要来源于 这个市场的情绪 市场的环境 是处在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国企改革 它表现越强 反而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市场 它没有东西可以去买 那这些 当这个油资 在选择的时候当中 它可能不是看基本面的 也不看你的业绩 也不看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的 它更多的就是资金的一种抱团的行为 所以如果什么时候 你看到不是国改 国企改革的这些主题 在市场当中唱主角 而是比如说 有业绩方向的品种 或者说是有机构 这个重仓的方向 能够出现了一个 这个改善往上走的时候 这时候市场的这个情绪 或者说市场的生态 才能有好转 所以当下国企改革 我觉得是 是一种资金无奈的选择 就是没有东西买 它以国改作为一个 一个抱团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于 就是投资者来说 其实就是 如果你没有交易能力 那我觉得这样的机会 其实可以 可以不用去过多的参与 换句话说 国企改革 其实是市场风险 风险偏好的一个风向标 其实这个市场 风险偏好的风向标 还包括黄金 黄金股 黄金国际金价的 这个价格变化 我们看到国际金价 最近又是再创新高 但是我们A股的 黄金类的个股 黄金类的公司 表现是没有 国际金价那么好 另外我们的 国内的黄金的内盘 和外盘的价格 也有区别 这个跟人民币汇率 最近的一个升值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怎么看待这些 跟我们的市场 风险偏好有关的 这些板块的 未来的表现呢 在未来经济 依然磨底的过程当中 这些黄金类的 或者是红利类的 还有没有机会呢 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 其实对黄金的观点 我在节目上 多次跟投资朋友 是关注的 我一直是中长期 很对黄金价格 持比较乐观的一种态度 那么今天黄金价格 再创生历史新高 那么对于未来 黄金白银 这种贵金属价格呢 它大逻辑总体而言 还是要往上的 但是由于它的 今年绝对涨幅 都已经百分之二十五六了 那么即使今年 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幅度 那么总体 也许在立创历史新高的情况下 你想想 它进一步连续地 接着上量发力 在没有特别重大事件 驱动的情况下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未来的黄金价格 我认为在美元 在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 美元大概的 中长期走弱的情况下 黄金中长期走强的逻辑背景 依然是非常强大 比较成立的 但是过程当中 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时候比如地缘政治 有时候各种货币政策 那么甚至一些重大的贸易政策 都可能对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尽可能地坚持 逢低买的方式 可能会更合适的 对中长期看涨黄金白银的观点 我没有变化 那说到避险 除了黄金可以避险 您觉得红利类的 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 目前怎么看待它的投资价值 其实我认为 虽然最近红利类股票 特别是在五大行 包括长江电力 特别是茅台这种 武良业这种典型的 大牌难筹的下跌下 最近红利板块都出现 明显股条 其实在我的眼里 就是说有句话说 你只能抓到自己 认知范围之类的钱 比如说五大行的上涨 我就表示我没看懂 包括我去年 年底的时候 我持有煤炭类的股票 因为我觉得春节的 可能去比较忘记 但是后来我觉得 煤炭相比较低迷 产量再增加 那我就把它卖 就煤炭是吧 对 煤炭 煤炭类的股票 我把它卖掉 我认为我的逻辑很成立 结果我卖掉之后 它继续涨 而且连续不断地涨 但我就是我也没搞明白 为什么煤炭价格在 现货价格在一路下跌 煤炭类的股票 它一路上涨 就这种逻辑 可能就超出了我的认知 就像这次银行股一样 在我眼里 在经济不行 你的剥备率 你的不良率在上升 你的近期刹在缩窄 你有什么理由 连续创历史新高 但市场有时候 它是资金收了算 特别是短期行为 它是资金收了算 所以它就是可以把 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 不断地打历史新高 人家说我在6000点被套 然后在2800点解套 那我怎么说呢 就是这属于 我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我认为 银行股的上涨逻辑 在我眼里 本身就逻辑根基不牢固 所以它目前出现回调 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 在我眼里 它还会继续回调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一个认知的一个情况 但就目前的宏观经济情况而言 你持有好利率的股票 我认为依然是一种 对于股票多头策略而言 甚至可能是他们 一个人最好的一种策略 你去买别的什么呢 可能风险更大 所以我觉得对于 正常的从宏观经济角度而言的话 你会回避掉 自己正常的逻辑的 如果只要是个行业 景气周期 因为既既在经济 再怎么下行周期里面 也会有相对的 它属于一个高增长行业 或者一个高景气行业 那我认为在这里面 选择稳健的增长的 或者公共试验内的 一些红利板块 我觉得依然可以买入 依然可以持有 当然前提条件 就是它估值合理 就像我现在最高位提醒大家 不要再去买长江电力 不要再去买滑能水电一样的 现在它已经出现明显回调了 所以估值合理的红利的板块 我认为依然是目前为数 股票多所村里面 我觉得可能还是一种 比较好的选择 那有观众问 港股的高股系列的指数 和A股的高股系列的标的 您更看好哪一部分 我明显是更看好港股 除了它估值更便宜以外 因为大家都知道 至少本月18 9号 每年是降息 那么它开始开启了 每年是降息周期的开始 那么美元它可能回流 新兴国家 那么港股将成为最大的 收益方之一 最大的收益方之一 所以我一直说认为 港股应该会比A股 可能会先起来 特别在目前 马上将面临每年是降息的 一个情况下 所以我认为10月份 可能就是建仓 逢低建仓港股的好时候 如果你是稳健投资者 像主持人说一样 你先建仓港股的 逢低指数板块 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其实港股今天 居然是反弹的 而且它最近一段时间 反弹的力度是 非常的强于A股 跟A股相比是比较强的 我看到港股今天 恒生指数 今天是上涨了0.75% 而且港股的一些 行业类的指数 包括医药等等 能源等等 上涨的幅度还不小 所以港股是否值得 继续的投资 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回到A股 A股今天表现的 还不错的板块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之外 还有保险 房地产开发 对于这两个板块 我不知道 朱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两个行业 其实是属于前期 本身跌幅比较大的 或者说调整时间比较长的 但是从中期逻辑来看 特别是房地产板块 我觉得后期 如果房地产要起来 还是跟它的中期销售数据 要做一定的匹配 其实做投资来讲 特别是对个人投资来讲 就更看重的 还是在于预期差 就大家能够看 就大家现在 其实对整个房地产 你问十个人 可能九个人会跟你讲 哎呀 好像不是特别 不会像十年前 大家那么的看好 包括你现在再去买房 直接想去购房的人来讲 可能他也会考虑一下 原来只要房价 到了我能够接受的份 我就马上会有冲动消费的 这种点 所以我觉得 有些调整充分的板块呢 在这个地方是做轮动式的反弹 大家记住是反弹 同时呢 大家也要注意 其实我们前面 也在聊这个市场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想聊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对整个上升值 权重比较大的两个板块吧 一个是白酒 就本身白酒行消费行业 大家也看到了 它是在今年的七月份 其实已经跌破了 2月5号的这个低点 那么前面主声提到了像保险 那我们不得不提 最近大家比较关注度的 比较高的像券商 大家去看一下券商 整个板块指数 其实也已经跌破了 2月5号的这个低点 那么这两个权重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 像房地产也好 保险也好 就我个人认为 就这一些行业 其实是到了一个 大家觉得好像是在阶段底部 但好像为什么又比市场走得弱 就这中间 其实是有预期差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 如果说这一些主流 就是带权重 并且提前于指数 这个先行低点的这些板块 他们什么时候真正先起稳 可能也是市场的一个 一个领先指标之一 毕竟它是提前于大盘 创新低 那他们什么时候见底 我觉得也很重要 但如果说他们只是仅仅 在做反弹的动作 那你就想这里的指数的这种拉扯 它的这个消耗的周期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一直建议投资者是什么呢 第一点呢 我觉得如果每天只成交5000亿 那我觉得就是我上次来讲的 就这个是处于熊市后期 但是杀伤力反而又是大 对个股非常不友好 指数你每天看好像还可以 还能接受 但是很多个股 包括我们看到九月上旬那些 所谓的想去学那些邀王的走势 基本上全部最近在A下来 那也就意味着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 包括你看很多的这些所谓的游资 那人家也是说这种模式 所谓的龙头战法都是哈的模式 就是你这一次成功了呢 你有可能下一个就马上把你带回去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对个人头来讲 还是就理性一点 就再耐心一点会更好一点 就轮动很快 那么说到轮动 固态电池前段时间还不错 但是今天好像有分化甚至调整 怎么看待这个板块 我觉得顾太 就是我们先说这个电池行业 整个电池行业在全球来看 我们是有话语权的 我认为是有定价权的 那么在2020年当时新能源 我们当时看动力电池也好 其实在电池领域 我们的这个 其实是在领先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个人觉得 现阶段可能一个新的一项 这个电池出现之后 它毕竟还是是从一个研发 到渗透率不断提升 最后落到了这个 完整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 那可能还是需要时间 那现阶段我认为 还是属于这个 朦胧到渗透率 往上提的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呢 如果市场是好的 是一个震荡式的 那我相信固态电池的爆发力 会远远大于现在 但可惜的是 现在只是每天在创新低 所以它的整个市场情绪会比较弱 所以还是以轮动 这个阶段性的主题驱动为主 继续的轮动 把握阶段性的这个机会 其实很难 刚才朱先生也说到了一点 就是看那些早于指数 先见底 提前能够见底的那一板块 而且长时间调整的板块 未来是不是真的起稳了 比如说医药板块 医药医疗板块 它其实是从2021年的2月初 开始调整到现在 已经调整了三年多 将近四年了 那么最近医药板块 相对其他板块来说 比较抗跌 那么这个板块短期的起稳 是否意味着中期的真正起稳呢 我们在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讨论 空气炸锅一热 飞水一煮 一只菜简直不要太方便 但作为一包装菜肴 常被认为没营养 事实上严格的制作流程 品质把关 排气蜜蜂 严格杀菌 一温住院 保留了菜肴应有的营养价值 即使按次加热食药 也只是流失一些 怕热的营养物质 食安小提示 科学认知 理性选择 老凤翔提醒您继续观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那说到医药医疗板块 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立在会上表示 加大对医药研发创新的支持 积极支持创新药械 进医院 进医保 与此同时 也将促进全球药物 在中国同步研发 同步上市 那么围绕医药医疗的政策利好 是不断的出现 那投资者该如何去寻找和把握 医药板块当中最具有确定性的机会呢 那这个问题请三位来讨论一下 我首先想请沈先生 因为医药医疗板块当中的子行业特别多 你怎么看待医药医疗板块的这个机会 确定性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已经跌透了 我觉得从大的医疗板块来说 其实整体性的机会不大 这是第一个观点 因为我觉得从目前的市场来说 尤其是医药板块整个来说 还是基金就是之前配置比较多的方向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增量介入的话 这里要出现大的向上 估值的向上修复 其实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当中其实也是有亮点的 亮点就是我们之前 一直比较看好的创新药方向 因为逻辑也很清晰 就是未来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的话 那它其实创新药是第一个利好的方向 然后最近你看 可以看从整个的行业动态来看 其实包括这个带量采集 无论是对纺织药还是对于中药 其实都有影响 包括对于器械也有影响 但是唯独创新药这块 它其实是不受带量采集影响的 所以创新药其实 我觉得是从中期来看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而且从盘面的反馈来看 最近大家关注创新药的话 A股有两个创新药的公司 其实很明显有一些外部的利空 但是我们看到外部利空 当天这个情绪释放下跌完之后 第二天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反包的走势 有点利空出境的感觉 利空出来以后就是后面有资金 马上就会推上去 也就是说这里确实是有资金 在坟低的在买入 还有一个我们就把恒锐作为举例 恒锐的业绩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楚 今年的中报其实还不错 但是它的业绩不错 主要是来自于创新药收入的增长 它的仿制药其实这块是回落的 所以说创新药它其实是 对很多的一些头部药起来说 它其实是开启了盈利的第二的曲线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 就是对于国内A股当中的 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投资 我觉得是要注意 就是你要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创新药公司 哪些是CXO和CIO的公司 因为如果仅仅只是做医药外包服务的话 那它这里的这个成长性 可能也不是很确定 所以大家首先要选的是创新药 真正创新药的公司 那么A股公司和H股公司里面 很明显创新药的公司 它会集中在港股这边 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你很难去跟踪一家公司的话 因为创新药公司 我们说你要去跟踪它的管线 跟踪它的最后的一个单品 它其实你需要很专业的知识 所以对于创新药的投资 我建议大家是去关注ETF为主 但是这个ETF呢 我觉得港股的这个创新药ETF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点 因为你看它的这个 前十大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这里面的创新药公司 它其实占到了百分之八九十 而A股的很多创新药的ETF 它其实是以CXO和CRO为主 创新药有跌出了中长期的价值 那么同样的问题问一下赵先生 创新药的这个逻辑 您跟它是一样的吗 您对于创新药中长期的价值 是怎么看的 另外刚才也说了创新药 其实选择各股标的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有难度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买指数 那也有一部分投资者认为 是不是主动型的医药类的基金 其实它可能有更大的自由度去选择 也可以考虑呢 怎么来布局创新药这个板块 其实我在最近三四期节目里面 每次都聊了创新药 而且我这个人性格可能就这样 而且我直接是把自己最看好的创新药公司 在节目上跟大家做个沟通 但是举例的形式不是推荐 就刚才回答主持人问题 创新药投资它就有很强的专业性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为什么比较看好创新药 而且在最近在几期节目里面 每次我都说了对创新药的观点和看法 其实呢就第一个呢就是在目前创新药 它不像CRO行业 或者CXO或者CXO行业一样 它们就有比较强的周期性 它和经济的周期关联度 创新药和经济的景气度 关联度并不那么高 所以相对于它比较抗周期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 那么作为抗周期的品种 可能是我们要选择的一个重点 就是防御类的品种可以说是 创新药它还不仅仅是防御类的品种 它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大家 我一直跟大家反复在做直播的时候 也说过的银发经济 大家知道中国的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 中国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而且比较重度的老龄化国家 更重要的是更要命的是 未来十年看它的老龄化程度还会加成 所以回到当下 老龄化结构里面 人口结构里面 五六十年代的人 是目前中国这一批最富裕的阶层 这批人是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和发展 然后他们目前已经进入了老年期 所以他们的支付和购买能力也是最强的 另外一个为什么看好创新药 因为创新药主要对于靶相治疗的一些抗癌症类的药物 那么它的人口结构就是 癌症的高发率是在七十岁之后 目前中国的平均人口年龄是八十加 所以七十之后 特别是按照 为什么木的那个统计数据 中国人口在七十一到七十四岁 属于癌症率最高发期 那么换句话说 老龄化成都越高 它的创新药的需求是越大 然后又碰上了中国特别的人口结构 或者抗周星的特点 所以我一直在节目里帮吹牛的说 去年四十八九块 跟大家说新义胜 说新义胜 说义中天 后面说了 就高铁之类的 那个红利的板块 然后最近几次我一直在说百季神舟 就是创新药投入难度很大 百季神舟跟恒锐医药 这种大的龙头公司 它能保证自己创新药 每年四百个创新品种 能有十百分之多少比例跑出来 总有那么十几个跑出来 它保证了自己 新产品头发市场 保证自己的收入增长 和一定成长性 所以就在我眼里 你买创新药ETF是种选择 但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我买龙头公司 可能确认性更高 而且弹性还不小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说了 最近有百季神舟 有小两个月了 大家看看 最近百季神舟 这两个月的一个走势情况 昨天出地空 因为对镜州公司起诉它 那么今天很快又回来 一步大部分的失地 这是突发情况 是没有谁能够预计的 所以对于创新药的行业 我觉得中长期楼 目前中国的国情和人口结构 决定创新药 它具有很好的前景 确定性比较高 在我眼里 它是引发经济里面 高确定性的一环 同时它并不是防水性品种 它的弹性还不小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就是它其实是有成长性的 只不过之前跌得太狠了 对了 经过 而且它跟着去跟着的时候 它今年下跌 已经第四个年超头了 通过了过去几年的下跌 极彩繁复 到目前这个位置 我认为估值水平也好 未来引力成长空间也好 我觉得都不错 好 大家来参考 看来两位都看好创新药 但是有没有不同的观点呢 医药类的板块的投资 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我想请教一下朱先生 我补充一下交易段吧 因为大家去看一下 像2018年市场见底的时候 如果大家去谈中长期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跟我 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们的客户 去谈中长期的机会 因为我们每一次谈中长期 可能先要先确认指数的一个拐点 那么大家去看一下 当时2018年10月份 2444到2018年的年底 这个2019年的年初 2440 那么当时指数 其实是走了一个双底形态 那么当时其实有几个板块 就提前一大盘见底 比方说像当时的 朱舟七 当时的券商 其实都在2019年走出一波 板块性的一个上涨 那么现阶段也是 如果大家对 你现在所看好的这个行业 那么我觉得可以 其实跟指数 开始去做一定的匹配 我个人认为 就大家聊医药 这个我们先不说创新 我们就说这个医药 整个大的这个逻辑 其实你在三年前跟现在 我觉得逻辑都没有变 因为三年前大家都知道 我们进入老年化时期了 就如果说 大家都在一个维度 去考虑这个点的话 那这个板块 它为什么会跌三年 当然这跌三年 我认为不是行业本身问题 是市场的问题 那么在当下来看 首先性价比在对比三年前 已经有足够的性价比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整个行业 是否能够快速的反转 那我觉得还需要 交易端去做这个匹配 你只要交易端 能够匹配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行业 这个方向 在未来一段时间 其实是可以长期持有的 但是如果说 大家还是在一个维度 比方说就是因为老年化 这个老年化 可能五年前三年前 大家都是这个维度 去看医药的话 那我想 没有预期差 它的整个板块的 这种反弹的力度 可能就没有大家 想象中那么大 沈老师前面提到一点 为什么弹性不大 就是因为 现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在于流动性本身 就激进重仓的 这些领域 其实市场好像 还没有完全地 缓过进来 所以我觉得 什么时候医药 特别是创新 因为我觉得创新药 其实是医药里面的前锋 赵老师这么认为 对吧 我们看其他的一些行业 原料要忠诚 可能他还是其他 这个中卫 或者是这个后卫 等等 但是创新药一定是 我们很多医药 细分领域的一个 一个最好的一个进攻点 所以我觉得 一个是跟交易端 去做一个匹配 第二个呢 能否在未来找到 短时间或者说 中长期的一个预期 往上修正的 这个点 那这个点 再匹配到指数 也见到了关键 那我相信 那个时候 可能是医药 就是特别是创新药 可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减仓点 好 非常感谢 朱超的补充 的确是要超低挺难的 这个板块 是不是跌透了 未来的业绩 有没有反转 都是值得考虑的 包括整个大环境等等 那未来 即使A股短期继续疲弱 那么未来的 投资的亮点 板块的亮点 还有哪些呢 我们看到今天 涨幅居前 还有通信板块 家电板块 费营金融 电力 以及公用事业等等 那么这些板块 怎么看呢 还有一些 其他的板块 包括我们的 投资策略 在市场摩底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 用什么样的 投资策略来应对呢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讨论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器具 请及时更换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 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的确市场短期疲弱 但是也有一些亮点 包括我们看到今天 涨幅进行的通信 家电等等板块 那么怎么看待 这些亮点呢 未来还有哪些 新的亮点 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我想请教一下 沈先生 我觉得就是 现在因为市场 整体非常弱嘛 所以现在大家就要关注 就是未来潜在的增量 可能会带来哪些亮点 或者说决定了 这个就编辑增量 决定市场的一个风格嘛 短期的风格 那之前我们看到 资金其实一直在抱团 高股息或者红利类的方向 但其实红利类 最近的退潮 其实也是有迹可选 因为你从这个 显资的一个 这个减仓 包括有一家地方银行 显资是轻仓式的减持 所以红利 我觉得可能不是 下一阶段的一个主线 虽然可能说 在一个低利率 和低增长的一个背景之下 红利它依然还是 有配置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主线 所以后面的一个主线 大家其实最近观察 关注新闻的话 大家就看到 最近有10款 这个A500的一个基金 在发售 那么可能是募集到 有些已经是提前募集完了 那应该是 他们后来会有 一个月左右的建仓期 那大概是200亿的规模 可能还会上线 可能还要更高一点 就这次的A50的ETF 它和之前的中正500 或者说互生300 最大的不同是 它的配置的权重 可能会往中小市值这边 去更靠一点 而且从行业的属性来说 不像是300 300是以注重消费 或者说金融为主 是一些传统性的行业 但是A500 它更多的是 关注新制生产力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个生物医药 这个科技 然后电芯设备 还有这个商业航天 包括部分的国防军工 就这里面的权重 它会增加 也就是说 在一个成交量 极度萎靡的情况下 如果未来可能有 两三百亿的增量资金 介入要建仓的话 那可能后面这些方向 能够受到流动性的 一个汇顾 所以可能会有 阶段性的机会 所以这个是 给大家在这里提一个参考 就是市场虽然很弱 但是整体 我们认为 就可能是 离最黑暗的时候 其实是差临门一角了 只不过是大家在关心 市场开始反弹的时候 哪些能够率先跑出来 那么我觉得 前面说的那些方向 应该会有一些机会 好的 也就是A500配置的 这些权重股 这些成分股 可能在建仓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提前 选择一些业绩好的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 跌透了的标的 去进行一个试探 好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机会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一些风险 哪些板块和个股的风险 还在释放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 白酒板块继续下跌 贵州茅台是盘中跌破了 1300元每股 后来尾盘又收回来了 那么非常的疲弱 另外我们看到 还有有次资源板块 也是这波下跌 也是跌幅比较大 这些短期跌幅比较大的板块 中期看机会大还是风险大 还是说还要继续释放风险的 我想请教一下赵先生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跟投资者 我说今年国内经济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效消费不足 这个问题我说了很多遍 也是当时目前国内经济 面临最大的难点和痛点 而且目前乍一看 好像还没有特别 行之有效的方法 那么我现在想 从我的宏观 从宏观经济研究的角度 跟大家说一下 未来市场是否是完全一片悲观 目前整个市场 是非常非常悲观的 无论是各种投资者 还是我们从业人员 还是我们整个私募行业 公募行业 我相信也好不到哪里去 券商行业 都是目前 都是非常非常悲观的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 过度悲观 它可能会形成预期差 这也是我认为 为什么市场如果 短期连续下跌之后 如果能放量 那我认为 是有比较大的可操作性的 是有机会的 不一定是超低反弹 因为超低反弹 操作起来没有很大的意思 因为肉不大 如果有中级反弹 那还是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的 那么我说从未来 从宏观经济角度 我来说一下 未来可能产生 能够产生超预期的地方 第一个很简单 今年国内的经济 GDP增长目标是5% 但我们看过 今年上半年 整个上市公司的 营收情况是下滑 下滑了5.4% 收入好像下滑了2.4% 整个经济率是下滑了5.4% 那么今年上半年 国家的财政税数收入 是下滑了5.4% 那么在这种反应经济情况下 如果国内中国 如果我们国家 今年还想实现 5%的进展目标 下半年 就必须要发力 否则就目前的 进展态是来着 你是没办法实现 今年5% GDP增长目标的 所以 今年下半年 是否还会有 比较重大的 重磅的 实质性的 我再强调是 实质性的 利好政策出台 这个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明白 目前国内有些消费不足 解决的办法不多 但是其中有一个办法 目前已经被媒体 广泛讨论 甚至已经被高层开始 有相关的传言传出 而且我认为 落地的概率不小 那就是目前国内 存量房贷 目前国内存量房贷的 平均利率大概 4.18% 4.2%左右 这个数还是比较高的 甚至有很多经济学家 包括我个人观点 我认为要尽快 把这个利率降到3以下 甚至降到2.5%以下 那这样可能能释放出 6到8千亿的 直接给房贷 投资者进行个减负 那多出来6到8千亿 是否能够投资到消费领域 另外一个就是 目前国内杠杆度并不高 中央财政 还有加杠杆发力的 潜力和余地 在目前这种 我们叫物价连续下跌的 物价下跌螺旋 已经形成的情况下 必须要打断这个螺旋 才能扭转 整个经济的信心和预期 那么所以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我好句话说 目前是一片悲观 但只要未来比目前好一些 哪怕好一丢丢 那也会形成明显的 预期差 加之连续大跌之后 春房风险释放得很充分 所以不排除会有 偏大一点的机会 所以说我认为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放量下跌 我认为是 出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是可以 有机会的 这是我观察的一个 很多逻辑和方面 毕竟科技在不断进步 所以我说的 买在无人问津处 说知意行难 现在你叫他去买 你肯定是 你肯定收获是一堆口水 就是人家都会喷你的 但是反人性的事情 从长期角度来说 确实我还是认为 胜率会比较高 虽然说我目前属于一种 防守观望等待的方式 但是我认为 资本的人性的本质 是不会改变的 只要有一天 市场有了财富效应 我们300多万亿的MR 缺钱吗 不缺 缺的是信心和财富机会 所以是这么个观点的 的确是 那么机会到底在哪呢 我们还有一些板块没点点频道 包括新能源 汽车 消费电子 家电等等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空气炸锅一热 飞水一煮 一只菜简直不要太方便 但作为一包装菜肴 常被认为没营养 事实上严格的制作流程 品质把关 排气蜜蜂 严格杀菌 一温住院 保留了菜肴应有的营养价值 即使二次加热食药 也只是流失一些 怕热的营养物质 食安小提示 科学认知 理性选择 代代笑 被被传 好 欢迎回来 其实说到板块的机会和风险 刚才也提到了新能源 汽车 消费电子和家电 其实好几个板块 是跟出海有关系 比如说新能源 比如说汽车 比如说家电 怎么看待这些产业链呢 我想请教一下朱先生 我觉得第一个呢 美联储如果在这个节点 降息动作比较明显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的汇率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所压力有所减缓 那么另外一个点来看的话呢 我认为 其实我们一开场也跟大家再聊 就接下来 其实我们如果说 从政策端的引导 其实原来大家可能更多的是 从这个央行到商业银行 再到企业端 然后再倒推我们的居民端的一个点 但现阶段可能大家已经发现 好像已经开始直接往居民端 去刺激 那这样的一个刺激效果 就会引发大家对整个需求的 需求端的一个提振 那我想这个肯定都是 有政策传导到落地 那整个市场也会有经历过一个 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 那我想整个三季度末 四季度应该就会形成 这样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节点 所以我觉得有几个点 一个是从供给侧改革端的一些出发点 其实主持人前面提到的这些细分领域 其实都是本身有的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最近这个市场红利跌 新能源涨 本身就说明这样的一个转化奇迹 这个预期越来越强了 所以耐心一点不要急 耐心一点不要急 等待市场的这些 好 时代巨变中 你勇敢登场 奋斗大半生 你仍在闯关升级 面对人生的拐点 你主动求变 拥抱发展的趋势 你化为危机 你在浮华喧嚣中 埋头坚守 你在重重压力下 破病出发 纵然世界顺其万变 初心始终如一 应坚守而同行 第一财经记者不没过 因信任而相伴 因真实而成就 我们的城市和出行方式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仿佛一夜之间 我们的出行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两站马车并排叫道 三站马车并排叫路 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显然不能 我们把人送到火星上去了 但解决了什么交通问题 本期来一点财经范 从无人驾驶到响应式公交 从低空经济到垂直停车 敬请期待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